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波足球快訊 星期六凌晨,英超第七輪將會同時上演兩場較量 其中一場為修咸頓作客阿士東維拉 修咸頓作客戰鬥力有限 即使這輪徽軍近況未如人意的阿士東維拉 修咸頓也應該以力保全身而退為首要任務 阿士東維拉上季勉強呼吸之後 借拉特今季目標自然是想更進一步提升球隊的排名 不過由今個夏天的轉會期看到他們的操作 這個目標就有點難以實現 除了賣斷了阿爾奧神和菲勒比古天奴之外 真正花費真金白銀 引緩的只有後衛迪亞高卡路士和中場里安達迪當卡兩個人 但令球迷失望的是,阿爾奧神和里安達迪當卡 在英超開賽至今都未出過場 迪亞高卡路士只是為球隊出戰過兩場 至於上季表現出色的古天奴 今季更加出戰六場 沒有入球和助攻 六輪英超踢完 阿士東維拉只錄得一勝一和四負的劣跡 其中得失球比近是5比10 攻防兩端的發揮都微如理想 不過在上一帳和衛免冠軍曼城的較量入面 球隊一球落後的情況下 最終憑直前鋒李安拜利的入球 勉強拿到一場和局 可見一眾球員的精神面貌 和鬥子都仍是值得稱讚的 今次還要助陣主場迎戰實力薄弱 且且不善於作客的修咸頓 阿士東維拉仍然有利用主場之力保和增勝的可能 陣容方面 他們還有後衛馬迪卡薯恩相缺陣 修咸頓上季聯賽積分比是今次對手阿士東維拉還要少5分 並且進攻和防守方面的演出都處於落後 從這方面來看 修咸頓的排面實力是至少要在阿士東維拉之下 不過比阿士東維拉要好一點的是 修咸頓上一季的前兩名得分手 還有詹氏、和特、普羅斯和查安當司 今次發揮都不差 兩人目前軍已經打開了自己的入球帳戶 也讓修咸頓在今次聯賽戰績 要比阿士東維拉多3分 但不理的是 修咸頓的作客演出始終不能讓人放心 上一季十九輪聯賽作客 球都只得到三場勝利 勝率為15.79% 負率卻超過五成 今季頭三輪聯賽作客 他們也能夠戰勝過副班長李斯特成 值得一提的是 在最近一次走訪阿士東維拉的比賽中 修咸頓以0比4慘敗 亦無疑令陣中的球員未戰先歇 今次修咸頓不妨以拿一分為目標更加實際 陣容方面 他們後衛天奴利華文道 和中場羅美奧拉維亞因各種原因無緣披甲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的賽事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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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說 有力 行 好球 好球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